哈囉 同學好 我是KD冠廳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就是 初詩表 初詩表他是諸葛亮所寫的 我們說那個諸葛亮是天下第一軍師 我們在很多的地方 其實台灣還有拜諸葛亮的廟 所以可以知道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優秀的人物 然後他自己有三個身份 他是哪三個身份呢? 第一個身份在正史裡面 就是正規重規重舉的 在三國志裡面他是屬於法家的人物 法家的人物他是一個管理者 是一個治理家 所以說他是一個超級無敵強 那種重規重舉的 可以把法律推動到什麼 全部的軍民身上 讓大家過得安居樂的社會 第二個是民間信仰 也不算是民間信仰 一個是民間我們平常在看的 我們把他當成是誰呢? 我們把諸葛亮當成是道家的人物 據說他會那種頭轉心移 會什麼借東風 等一下誰會上身什麼之類的 他在民間信仰他是穿著八卦袍 所以他在路上走的時候 據說那個小鬼會過來 晚上還可以找那個鬼來幹嘛 神來幹嘛 借什麼東風 借什麼劍 全部 天地萬物會歸他指揮 所以他會這一種 那種東西 有一種那種倒數的感覺 第三個呢就是小說家 小說就在三國演藝裡面 就像今天我們要讀的這個初始表 其實他不是三國演藝裡面的 但是我們平常在讀三國演藝裡面 我們在讀的時候 會把他當成是一個儒家的人物 他是一種人心人術的 對國家的付出 可是他的國家的付出是為人為中心喔 他是以人為中心 而不是以國家為中心 是以人的人為中心 推及及人 讓大家知道說其實 然後把仁德散發出去啊 就會把國家之以好 所以這篇這一篇呢 是非常特別 然後這個人也是非常特別的 而且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據說啊 讀初始表 等一下你在看的時候 一邊聽課啊 要一邊哭 如果你等一下沒有哭的話 我跟你講你就是不中 不中的話你就沒辦法 反共大陸統一中國了 知道嗎 所以你等一下 不管怎麼樣一定要擠個幾滴眼淚出來 等一下我跟你說幾個哭點 你拜託哭一下 如果你不哭的話 啊事情大條 我可能會告你 打電話跟你說 欸你要反共喔 你沒有辦法反共大陸喔 什麼的之類 你要愛你的國家 因為呢 人家說 讀初始表 哭者不棄者 是不中的人 所以一邊讀的時候要哭喔 所以等一下我會努力哭給你看 如果沒辦法哭的話 我會借眼耀神再哭給你看 還是我會失戒默哭給你看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在這一課裡面 非常非常多的重點 在這個非常非常重點喔 那這一課幾個重點 當然是第一個 漳奏表役 因為它是一個初始表 所以我們等一下 我們會有專門的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 什麼叫做漳奏表役 什麼是我們要跟 簡單來講是古宗公文 怎麼樣跟皇帝說 欸現在我要說什麼事啊 要做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 什麼時候該寫什麼文章 都已經回應好了 等一下專門來解 專門來寫這個東西 另外呢在三國的時期文章 其實以它為主 那三國時期呢 會有很多的成語喔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來讀一些 三國時期 從三國這個年代 出現的成語 但我會全錄一些 大概會跟一個專題 來跟大家講 接下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喔 就是這一課 這一課啊 是一個考試很常考 它的形意出來的 所以等一下老師 如果說哪些字特別重要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喔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呢 還有 如果可以的話 今天喔 今天在看這個年代的時候 把筆拿出來 如果他說這個字很重要 你旁邊大概就寫一下 因為有一些字 可能我們不熟 就把它稍微再寫一次 這樣子啊 我們就可以幫助你的記憶 可以幫助大家的記憶 讓這一次我們的成績 可以更好喔 好 我們就來看看 第一段講的是什麼呢 第一段呢 講的呢 它只歸在四個字 這四個字叫開張聖德 什麼叫開張聖德 就是說 我要把我的德性 開顯 張開 讓它知道說 喔好偉大 你好偉大 你是神 你是神 你好棒 你最棒了 你最棒 所以你要棒棒棒棒棒棒 你怎麼要棒呢 就是要把這個德性拿出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呢 今天要介紹的另外一個主角 叫劉產 劉產呢 是一個壁群 不是他不是壁群喔 劉產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劉產是一個 我們要說扶不起的阿董 可是他不是扶不起啊 他是想要有自己的行為要做啊 可是呢 他呢 他自己想做這些事情 問題是他 他其實他很聰明 不要小看他 我們說有一個成語叫螢幕續航 做了誰 對 就是劉產 劉產他很厲害很聰明 可是他聰明是那種小聰明 不是那種大智慧 所以他一直想要用小聰明 就是治理國家 怎麼治理的好嘛 對不對 所以劉備 那不是劉備阿 就是那個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超級無敵主角 就是諸葛亮 不是諸葛亮 那瓜 丁秀 不是咧齁 就今天的諸葛亮一直跟他講什麼 你阿 要把那個德性拿出來 不要耍小聰明 你只要耍小聰明 這個國家就沒有辦法治癒 所以第一段 我們今天第一段 全部要講的就是 這四個字 開張聖德 開張聖德 那開張聖德 另外一個方法是什麼 另外一面就是呢 另外 因為一個人阿 我們想一下 如果一直被責備 其實他真的不是說 很笨阿 他只是真的沒有辦法 把一個東西 全部說得很清楚很明白 他的頭腦可能就是 只有裝這些東西 沒有辦法打開嘛 沒有辦法打開那怎麼辦呢 然後就一直被罵 一直被罵 那如果你一直被罵 不要相說你啦 就我一直被罵 我會怎麼樣 你不會罵 我會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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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怎麼辦 這個叫什麼 妄自廢 所以他的相反 就妄自廢 所以這一段 第一段要跟你講 我們等一下一個重點 要開張聖德 要把你的德性 把他什麼 拿出來 拿出來 阿怎麼拿出來 等一下跟你講 另外一個相反 跟你說 你那齁 我不會來喔 你有沒有想太多喔 我不是在罵你喔 我是在僵你喔 可是他有沒有聽進去 不知道啦 但就歷史來講 他好像沒有聽進去 但是呢 不管有沒有聽進去 這篇文章的確是 非常非常誠心 非常動人的 就是一篇文章 然後呢 再講第一段之前喔 我讓你注意一件事情 這篇文章出現了很多很多的 先帝 誰是先帝呢 先就是死掉的意思 我們說先跟王分成兩個部分喔 就已經死掉的人分成先跟王 先呢 是比自己大的 比如說先父啊 先父啊 先帝 已經去世了皇帝 那王呢 比如說皇帝啊 王妹啊 王妻啊 王兒啊 王女啊 這類的叫王 就比我們小的叫王 他是比我們大 他是皇帝耶 所以叫先帝 那為什麼他會叫先帝 不叫那個劉備啊 或叫小阿伯啊 會不會超會的 尊重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出現了好多的先帝 到底出現多少先帝呢 我們等一下要一起來統計喔 看你算的跟我算的有沒有一樣 來我們來看第一段 陳亮炎喔 陳是誰啊 就是我啦 為什麼我要說陳呢 自稱自己 我們說自己 不可以說啊 你們不會覺得怎樣 要禮罷亮炎 不可以啊 為什麼不可以 我們禮罷亮炎 沒有禮罷 所以我要先說自己 自己叫陳 那除了陳之外 我們說在什麼 在這個地方還會看到哪些字呢 比如說奴 奴婢的奴 比如說呢 微臣以為 小小的以為 草民認為 我覺得我認為什麼 就是把自己叫做比較低賤的 因為他是很大的 因為這時候劉采是皇帝了嘛 亮呢是誰 阿亮啊 阿亮當然是自己啦 我呢 阿亮跟你說 就是我一個亮啊 跟你當喔 先帝出來 看我先帝出來了 先帝創業未辦 先帝是誰啊 劉備 剛剛已經說劉備 出現一次 先帝創業還沒有一半 創業是什麼 創個新的事業 那他的創業是指什麼 是建立蜀國嗎 不是 他的創業是想要怎麼樣 統一中國 答對了 他就是統一中國 把整個中原變成蜀漢的 屬漢的 所以沒辦法 還沒有到一半呢 而中道繃蜀 來畫家喔 中道就是中途喔 這邊有幫你注寫 中道就是中途 繃蜀是什麼意思呢 繃啊齁 是死掉 蜀也是死掉 啊繃喔 是誰死掉 皇帝死掉叫繃 那皇后死掉呢 叫繃 叫繃 然後呢 一般的死掉叫做蜀 那繃跟蜀都是什麼意思 西領領的意思 所以繃跟蜀 為什麼要用兩個呢 這個叫繃蜆 這個就是繃蜆秋詞 其實要繃就好了 除就好了 為什麼要兩個這個繃蜆 讀起來比較舒服 因為呢 我們在知道 在魏晉南美朝的時候 大家流行是平穩嘛 所以儘量呢 湊一下四個字 或六個字 感覺讀起來比較舒服 所以他會讓你讀起來 比較舒服一點 所以他用中道繃蜀 而天下 今天呢 是天下 今天下三分 現在天下已經三分了 三分是哪三分 你還知道對不對 為除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不答對了 位是誰 曹操 不過這時候已經不是曹操了 這是誰 曹 屁 對曹屁 曹屁 曹屁 還有誰啊 司馬家 還有司馬家 好 現在三分 義州疲弊 義州是以前攻下來的地方 以前義州已經疲弊 疲弊就是困乏 這邊有沒有 對疲勞困乏 就是這個地方 已經沒有辦法再攻擊我們 你知道一個地方 一個軍隊 一定要有什麼 像魚米之鄭 要吃的 要喝的 現在義州這個地方 沒有湯 沒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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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湯 沒有湯 要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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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人快不行了 所以疲弊 此城 危機存亡之秋 這個城是什麼意思呢 此就是這個 城就是實在是 實在是 危機存亡之秋 來看一下這個很重要 危機存亡之秋 重要關頭 可是那為什麼說是秋呢 秋呢 這個地方不是秋 那是時候 這個秋呢 就把它當成時候 是危機存亡的時候啊 這個時候啊 危機到很危險哦 生死存亡的哦 如果 會過又過 不會過又過 有一句小意思在說 生的過什麼 麻油香 生的過什麼 是對方 存在一樣 一下子就跟女孩生小孩一樣 這個過去就過了 過去就麻煩了 所以這樣叫做 危機存亡之秋 然後呢 法理辭妙義哦 世衛之誠 不屑於內 忠真之誓 望生於外 我們來看這一個哦 世衛之誠 不屑於內 忠真之誓 望生於外 這個我們來想一下 它是一個對句 可是它是什麼 相反的 它是一個錯綜的用法 我們來打世衛之誠 世衛之誠 對上忠真之誓 不屑於內 對上望生於外 世衛之誠是誰呢 就是呢 在內部 在國家內部幫助你 輔助你的這些人 叫世衛之誠 跟你說 你今天要做什麼 他伺候你穿衣洗衣 穿衣服 洗內褲 幫你洗內褲 穿衣服 親吃飯那些人 還有最重要的是 給你意見的那些人 他呢 非常棒 不會屑 不會懈戴在你 我內 忠真 忠真之誓呢 望生於外 忠真之誓就是那些 在外的武將 非常的忠真 會為你什麼 fire啊 打啊 就像你在玩low啊 在玩那些天堂啊 甚至你玩神魔之塔 對不對 你這樣玩玩 幫你打的是你去打他 還是那些卡片幫你打他 但是那一群人去幫你打 你有真的被砍到嗎 沒有啊 你沒有被砍到沒有被打到 沒有被魔法師弄到啊 對不對 可是呢我們這樣 哇 他們都很忠真喔 他們都聽我的話 我叫他去死他就要去死了 我今天不爽打到一半說 慶祭服 我讓你砍啊對不對 有請玩SF的時候 我讓你砍啊 怎樣怎樣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他們呢 這個是沒有生命的喔 可是有生命的權威廷的話 就是這種忠真之誓 望生於外 他讓自己的身體 望自己在外面了 所以望生是什麼 不顧自己的安危得虛 已經沒有管過自己怎麼樣 上面叫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我努力幫你做 所以是很棒喔 蓋追先帝之疏欲啊 這蓋是什麼 原來是 原來是他是怎樣 他是啊 誰給你的 是追憶先帝之疏欲 先帝喔 先帝 劉備喔 是劉備給你 特殊的待遇 是給他們特殊 不是給你 是給他們特殊待遇 他們對他很好 所以他才來附著你 不然我插曉你耶 你有沒有對他好 你有給他飯吃嗎 沒有 對不對 誰給他飯吃 劉備 劉備給你飯吃 你會衝他下 你咧 你都沒做 所以他幫你喔 所以怎麼樣 這些是先帝的疏欲喔 那這些先帝的疏欲 他要來報答誰 不然他還要報答你喔 這些像 有報於陛下 預報之於陛下 想要把這個恩德呢 報給你喔 所以這陛下是什麼 借代 借代為皇帝 就是你啦 所以這個借代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要怎麼樣 嗯 開張聖廷喔 成就是真的 徐在世 徐在世 真的要怎麼樣 開張聖廷 很重要 第一個 我們來看開張 什麼叫開張呢 今天門打開 歡迎光臉 你好 請問幾位喔 不是這開張喔 開張就是這樣 你看這看這喔 展開 不閉色 把你的心打開 心打開 心打開 什麼打開呢 聖就是你 聽就是你的聽覺 把你的心打開 打你的耳朵 打開 要幹嘛 聽那些人的意見 哪邊該打 你讓他去打 哪邊該做什麼 趕快去做 趕快讓這個國家 進入軌道 所以叫開張聖廷 以光先帝之一的 你看這個光致下的多好 這光致下的多好 光是什麼意思 來光家 彰顯發揚 來彰顯然後 先帝呢 留下來的德性 所以這些人一直在講 你有沒有功勞 你沒有功勞 你憑什麼去命令他們 你沒有辦法命令他們喔 今天他們會聽你的話 是為什麼 因為你老爸 因為你老爸 所以呢 你要對他們好一點 要做什麼事情 你要恢弘 知識識氣 你要恢弘就擴大 你要發揚這些 這些人呢 他的氣 他的什麼 他的氣感 要把這些有能力 有行為 甚至願意為你付出的人呢 把他們的氣感在這發揚 意思就是什麼 藝術功效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去打壓他們 他們說什麼 聽一下 你不要自己一個人了 聽一下 他們打那麼久了 不會錯喔 不要自己 什麼小小的什麼 意見那麼多 不要抓小聰明 然後呢 你一直被責備對不對 一直被責備說 算了啦 我不當皇帝啦 管怎樣啊 對不對 煩死了 你要我當皇帝也要管那麼多 幹嘛 煩死了 你們這些人去死好了啦 欸 不可以喔 他說什麼 不疑 汪自菲薄 一語十一 看一下汪自菲薄 汪自菲薄呢 汪就是狂妄的 狂妄就是過度的 過度自己呢 菲薄就是自卑 太過的自卑 不要自己太過自卑 汪自菲薄就是 太過狂妄 太過自卑 所以就會讓自己怎麼樣 反正我就放棄了嘛 我就這麼爛啊 怎麼樣 不要不要不要講那個 所以不可以這樣喔 人家罵你是為你 絕對不是 不是說正在責備你 是給你意見 所以你不要覺得 好像是我自己什麼都不行 你不要這樣說 然後呢 有時候我們就會怎麼樣 就是說 你看他就是這樣子啊 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罵我怎麼樣 你看那個人 他就這樣子 所以他罵我怎麼樣 你看那個賤貨 他罵我就是這樣子啊 這個像什麼 他們就看不起我們 這個不對 你用的例子錯了 所以叫 隱喻師講隱喻師義 隱喻師義呢 就是用的例證呢 有種不當 其實呢 你說他們在罵你 他們也在罵你 他是在跟你說道理 如果讓我們的道理 越說越強 越說越強 那樣子 欸 你慢慢聽慢慢聽慢慢聽 你發現他講的不是錯的 可是你一個自尊心 一個自卑的心 算是說太不自傲 聽見人家的話 人家在說一點接近 你就認為人家在罵你 這樣子呢 就說這個是錯的 所以你用說他們在罵我 這個就是他的慾 引用這個批慾是錯的 你不要隨便用這個例子來錯的 這是適當的 所以不能這樣喔 然後以色中間之路 色就是阻塞 來阻塞 來阻塞人家跟你說 好的事情的路 人家好朋友願意 把一些真的話跟你說 就像你啊 同學應該覺得 好朋友要跟你說 好的經歷是非常困難的 對不對 你有沒有好朋友 會跟你說一些 可能不是很好聽的話 可是對你很好 比如說 你弄少玩一點啊 對不對 有些時候跟男同學說 你不要那麼好色啊 有些人跟女同學說 你不要那麼迷偶像嘛 你不要那麼迷韓國明星嘛 有時候會跟你說 欸化妝不要化太濃啦 年輕的時候好想自己皮膚 可是有時候會覺得 你在諷刺我長得醜對不對 你在諷刺我不懂的調配時間 對不對 不去 他是真的好心才會提醒我們 可是呢 流產那時候 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呢 他就寫這篇文章 第一段就開宗名義的 直接跟你說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 把你的聖廳打開 就是聖廳開張出來之後呢 聽很多人的意見 而且是要正向的吸收 而且不是認為他在責備我們 那慢慢的讓自己成長 變成一個任人尊重的國軍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段 比較多人 感谢观看